玻璃油门总是困扰着很多司机朋友 白天还好 一旦到了晚上 我们都说下点小雨 玻璃上一刮就非常的滑 很影响咱们观察前方的视线 那玻璃油门如何才能去除呢 其实啊 包地用过多款油门的产品 效果上都不理想 直到我用了这款泡泡油门去除剂 我才发现 它的确能够真实有效的去除咱们玻璃上的油门 口述无凭 眼见为时 接下来包地就用我手中这个塑料杯中了 机油 大家可以讲这是机油 直接倒在我的挡泡布里上 看看究竟能不能啊 这个泡泡油门去除剂 能不能去除这个环璃的油门 如果说啊 它去除不掉 那么包地开车的一个啊 行车安全隐贯就会非常的高 好 现在我直接倒在布里上 好 大家看一下 倒在布里上以后 现在呢 暴地上车 挂一下玻璃给大家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布里上已经雾满了油门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一下车内的视角 好 现在我们回到车上 大家看一下 布里上的厚厚的一层油门 如果说就像这种情况啊 我们往前方看 是不是啥也看不清楚 对不对 况且现在还没有下雨 那如果说已经下雨的情况下 我们玻璃根本关不干净 非常影响我们观察前方的视线 好 那么现在啊 暴地就用这个玻璃油门去除剂 给我玻璃上 喷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实验效果 全程无剪辑的给大家看 好 我们在直接在有油膜的地方 喷上这个泡泡油膜去除剂以后 均匀的喷涂以后啊 其实使用方法很简单 喷涂大概啊 让它在上面等待30秒左右 好 现在我们左边已经喷过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右边 等它完全喷涂完成以后 我们就啊 等待30秒钟 让这个泡泡油膜去除剂 融化一下咱们玻璃上的油膜 去除一下玻璃上的油脂 好 现在啊 已经差不多了 对不对 我们的玻璃上已经全部都是这个泡泡油膜去除剂了 我们拉近看一点啊 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一些油脂已经被我们这些泡泡油膜去除剂给分解掉了 对不对 我们原地等待个30秒钟 好 现在30秒钟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就来挂一下我们的玻璃来试试看 看究竟能不能把油膜给它刮除干净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干挂了一下的效果啊 没有用那个玻璃水 对不对 现在看前方的视线是不是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呢 和刚才我们没有用这个泡泡油膜去除剂之前的效果啊 简直是两种情况 好 现在我们用玻璃水来挂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此时我们看一下前方的视线玻璃上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对不对 没有了刚才非常浓厚的一层油膜 现在我们再下车看一下玻璃外侧 好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的玻璃上已经非常的光亮如新了 对不对 没有了刚才油膜厚厚的一层油膜 我们手摸上去也是滑了油的感觉说明啊非常的效果非常的好 怎么样朋友们玻璃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又透亮了呢 经过刚才的实验表明 暴地推荐了这款泡泡油膜去除剂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说一万次好不如咱们亲身体验一次对不对 用过呀都说不错 而且不光是咱们的前挡风玻璃 包括咱们的侧窗玻璃 还有咱们的后视镜 包括中木台 内饰这些地方都可以用 只需要简单的啊 一喷 然后呢用一块毛巾一擦 油膜啊就能去除掉 一件东西多样功能是不是非常的香呢 关键是啊 咱们开车时前挡风玻璃也更加的清晰透亮了 开车也可以更加安全 有需要这款泡泡油膜去除剂的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去看看 最后报的感谢 要支持